Hello 我是小如老師 今天官方灌籃高手這邊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他偷偷的把花形進階了 但是他還沒有出任何活動 我們先來看進階版的花形 他有怎麼樣的一個變化吧 進階版的花形他沒有戴眼鏡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的天賦 漫畫跟動畫裡面是一樣的 然後他的招式都是比較算是進攻的招式 跟之前還沒進之前都大部分是 後仰側頭或是跳頭的招式這樣子 然後還有很多就是扣籃的動作 對這個很重要還有就是主攻的動作 空接這個動作比較像赤木 他也算是中鋒型的球員 還有傳球 這傳球蠻厲害的 接到空中之後然後假傳 然後回到隊友身上 還有背身傳球 大家可以看一下 花形有沒有需要進階的可能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已經練了三個進階角色 應該就不會太過 在練另外的進階角色 那如果之前有一直 有在練花形的朋友的話 可以考慮看看 是要不要把它去做進階 官方跟其他的平台 還有其他的YouTube 其實有在透露一些新的訊息 就是很有可能明年 會出花形進階 不過我有一點很 我很肯定很確定的事情 就是 明年赤木跟阿神是絕對會進階 讓大家 有在用的話 就是可以先提早去做準備 你看這邊看到他的進攻主性 是 他屬於中頭型跟扣籃 所以 如果是在籃板這部分的話 或是中頭型的話 其實可以選擇花形的部分 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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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你揚手直到世界盡頭 渴望的心 不要理由 看亮的青春歲月 請握住混亂的雙手 那些錯過了風景的 我老師分享 歡迎在影片右下方按訂閱 並且留言點讚關注加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